今天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此敬行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由我亲爱的兄弟推击鼓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问你们安 奉歌里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福 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地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坡里的弟兄 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玛 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民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雅基不说 务要谨慎 敬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